Hello,大家好,我是在线小甘罗。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Liko昨晚的竞赛题1727, 就是让我们找出最大的symmetrics, 然后我们的列是可以任意交换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具体的题目要求。 比如说第一个例子,我们有001,111,101, 这样子出神metrics,然后我们可以把第二列和第三列交换一下, 所以我们得到最大的symmetrics,它的面积是2乘2,等于4。 同理如果只有一行的话,我们把所有的1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反正我们发现不管怎么样,因为是可以随便交换, 所以我们的那个最大symmetrics, 我们可以永远把它们移到最左边。 然后我们看一下参数, m乘n是小于等于10的5次方。 然后反正这里要么是0,要么是1。 那么这题的话, 我们想一下它应该怎么做呢? 最笨的方法, 因为排列组合它有很多种方法, 我们的列,第一列选谁,第二列选谁, 所以第一列的话我们有,比如说有n种方法, 第二列我们就有n减一种选的方法, 第三列就是n减二选的方法。 这样子的话就是速度肯定是不够的, 如果我们要把所有排列组合都尝试过去。 所以这题的话, 其实它有一点点小技巧。 来,我们看一下哦。 看,首先我们可以把我们一开始的输入, 它转化一下, 我们把它转化成另一个输入。 每一个点它的含义是, 这个点以及它下面有几个连续的1, 所以这个1它下面它包含自己有两个1, 然后这个1包含自己有三个1, 这个1包含自己有两个1, 所以我们把它transform成了这样一个的新的metrics, 然后我们可以再把每一行给sort一下, sort完它就变300, 这里就变成221, 然后这里就变成110, 我们看这样子有什么效果呢? 比如说一开始的003, 我们造成300, 一开始的003, 我们把它变成300, 300的含义其实就是, 因为第一个是3, 所以前面如果我们把它就是画成正常的图的话, 它就变成这样子。 就是我们可以算出以00这个点, 就是最左上角这个点, 把它当做那个叫做left top corner的话, 就是我这个submetrics它的左上角的话, 我们看一下它的面积可以是多少, 我们往右扫一开始宽是1, 那我的高就是3, 所以面积就是一乘三, 所以如果我们的submetrics是要以那个左上角为顶点的话, 那么最大的面积就是3,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算肉2, 肉2是221,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221变成这样子, 221是在我们的肉眼看来是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如果把它变成要么是0要么是1的话, 然后我们先看如果宽度是1, 那么高度就是2, 因为这个只是2, 然后如果宽度是2, 那么高度还是2, 所以2乘2等于4, 如果宽度是3, 那么高度就变成这个1, 所以这一点我左上角的话, 也就是我鼠标所在的点, 那么它的最大的面积是4, 那我们看一下如果算肉3就是以这一点为左上角的话, 它的面积是, 我们首先宽度是1, 那么高度就是1乘1, 然后宽度是2的话, 高度还是1, 所以是2乘1, 所以是2, 所以最大的面积是这里的4, 所以这题就可以用这样子的transform的方法, 我们先把每个点表示成它以及它下面包含了多少个1, 然后对每一行我们都可以算一下, 然后最后得出个最大纸, 然后我们看一下代码应该怎么写, 代码的话我们就一开始把它的两为的长度给算出来, 好, 然后我们进行这个transform的操作, 然后我们从下往上, 好的, 然后假如它是这个值1的话, 并且并且并且它并不是在那个最后一排,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后面的值给加上去, 好, 一开始的转化做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定义我们的答案, 然后我们要return这个答案, 然后接下来我就要便利每个肉了, 然后每次我把那个肉稍等一下我要算出, 以那个肉左边那个点作为我算matrix的那个左上角的话, 那我的面值最大是多少, 我以这个转化就是询这个r体, 下不到一个减少, 我以便利表示有关注意的这个暗入 interaction, 然后 rules识计划这个选择就可以现在 Sicht گ回事 consequence, OK,假如那个是,如果那个值已经是零了,高度是零,那么就没有必要算了, 这个的话我算一下,宽度乘以高度, 这里的话我们就inplace的重用了这个metrics,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代码能不能过, 好,这里少了个分号, 我们尝试提交一下, 好的,速度还可以, 所以这一题的话最重要的就在这个transform, 我如果让每个点都能够知道它下面有几个1, 那么我就尝试,就是让它作为左上角的话, 我就能够很方便的去计算了, 好,今天就到这样, 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